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9月17日的私基金中午直播,我是豪德 一開始就要賣個廣告 螢光幕上高,就是私基金8月份的報告出了 當然大家最關心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去到8月的表現 現在當然覺得8月底好一點,因為8月底32% 9月其實都會少少 最新都不太差,因為每天都報告,今天出來就應該是27、28左右 另外一個大家最想知道當然就是我們私基金最新的部署,所謂十大持股 比較有趣可以說一下 就是Tesla很高,8月底其實中間是減了 所以9月下跌那一刻就不用跟足,跌了 比較有趣,Zoom又彈上來 不是我買的,因為股價突然升上來,又浮上來 有興趣自己參考一下 有具體問題可以問我 記住怎樣找到 去回CFund.com 即是我們公司司基金的網站 就見到很多詳細的資料 包括每天的報價 大家都會看得到 OK 第二個小廣告 大家不要介意 買多點廣告 就是我昨天有說的 威言大義 即是有威威師姐 他就和我做了一個節目 有兩拍,每拍十多二十分鐘 裏面講了很多 一些比較有組織地講一下 對雲觀的看法 和我之前也講過一些股票 最新的看法等等 都很有心機準備的 所以 朋友有時直播 我們直播的時間 多點即時性的東西 做這些節目 通常我會組織得緊密一點 都值得大家花點時間看 即使大家每天都看我的直播 大家看完 記得還要給點留言 還有給點讚好 我知道有一部份朋友 都會支持我的 多謝大家 不過既然做了出來的努力 希望將成效更加 做好一點 OK 大家看一看 有兩個節目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做多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OK 當然 今天看看市場 市場 都不用說大家都知道 昨晚跌得很厲害 昨晚 納斯特克指數 尾段跌下去 其實現在亞洲時段 都還在跌 1點多 不單止在NASDAQ 其實全部 無論Dow Jones S&P 都跌 至於元空 大家都知道 因為昨天 聯儲局 開完會 有些報告 會有些報告 很快 和大家 重溫 重溫 了解 看看為什麼市場反應這麼差 具體可以去聯儲局的網站,非常簡單 我自己覺得有四五點大家應該去了解一下 比較相關 第一,關於低息環境,接下來都是長的 之前兩三個月都在說2022年 如果你看回聯儲局最新的點陣圖 可能到2023年都不會再加息 這個低息環境至少都有三年 第二,關於聯儲局自己的目標 這段時間你見到它動作 之前有說過,目標由以往2%在硬指標中開始有空間 平均的通脹率高於2%才需要工作 這次他自己說得很清楚 他們覺得他們的目標當然是補習業 但關於通脹那件事 其實是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值得大家細緻思考 除了之前說的平均平均2% 即是說你就算衝過了2% 開始有個通脹壓力 他都覺得他可以不做 這就變成了操作空間 第二個,他應該是比較深一點說 他已經說過Longer Term Inflation Expectation 即是說長期對於通脹有個預期產生 他才需要做事 變成了有程度他講的意思就是 即是他不急 即使見到真的有2%的通脹之後 都要市場開始建立了一個比較長期的預期之後 有許先收受 整體來說都是偏向寬鬆的指引 第三,就是聯存公買債 資產負債表大家都擔心會不會有改動 他在這裏講過 這裏是英文 Increased Holdings of Treasury 即是加許的國債 以及Mortgage Back Securities MBS,即是有抵押的按揭證券 都是用現在的水平 現在大約是800億和400億的分別 這件事都正常 沒有什麼加減 最後兩點,我覺得都可以提一提 譬如說,今年他們預期美國的GDP跌3.7% 其實之前猜測得比較慘 他之前猜測跌6% 第一,他覺得修正向上 證明他的勢頭好一點 他自己覺得今年沒有跌得那麼差 不過之後反彈會慢一點 不過你比較一下 大陸今年,我們昨天好像李克強總理說的 有機會都不用跌 你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 在今次的經濟走向,其實都有點看頭 還有一個,也挺有趣,關於那個通脹 現在他說實說,要看通脹做人 現在最新,其實他覺得今年是1.2% 明年是1.7% 這個其實就是我之前說的 如果市場真的需要擔心 就要考慮一個真是比較尷尬的情況 如果真是所謂的PCE,他們參考的通脹目標 明年已經他們自己都覺得1.7% 距離那2%其實都很快到 如果去到那刻,突然間的通脹真的去到很高 就業情況又摘不到 那會產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個都是值得學實討論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個黑天鵝 不過這個就有時間慢慢再跟大家解說一下 整體來說 其實這個聯儲局的Statement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不過其實大家都習慣了 其實他出Statement說一些會議的重點 其實市場通常都沒有什麼事 通常出事是什麼呢? 出事就是他出來說話那一刻就開始跌了 那你見到昨晚其實都是小小的 即是白威爾一出來說話,市場開始跌 我覺得跌得比較明顯一點 你昨天看看 這個現在看的圖就是納斯特克的Landstack 昨天他初頭就沒什麼事 說完要重新回落一點 即是兩點鐘、三點鐘 然後突然間他出來說話就開始差了 這個圖對不對? 我先看清楚 這樣應該是 這個圖是這樣 CCMP 這個會議 出完會議 出完Statement就升 然後突然間就插發下去 金也同樣一系 同樣都出現相同的情況 XAU 我先嘗試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已經整個股市 是整體金融市場的反應 其實都同樣走勢 XAU就是黃金 昨晚 我還以為那些金剩了那麼久 可以有些起息 昨晚你見到 又是 先按個三日圖 昨晚突然衝上去1970多 然後最後都打回來了 背後其實跟美元的走勢都完全一樣 即是一個比較大的宏觀市場的看法的變動 你看回DXY 三日 三日才看到中間的intro 你見到一聲 昨晚開始後段美元開始強勢彈回到93.5 低位其實92.5 這個引發了 所以港股回來其實都沒有一層面 跟之前一個星期的分別很大 今天早上 港股又跌了390多點 其實也不是最差的 其實11點頭 還差了一點 分別就是 今次就不是什麼新舊經濟問題 全線都跌 你看回 OK 當然我覺得就有偏向有少少大的 不過這段時間 我覺得都需要尊重市場 這些比較大的事件上的反應 因為我昨天也有說過 我自己本身 倉位八成 其實我本身就打算加回一些 尤其是有部分 科技股我之前撈底有 但可能消費股也會慢慢加回 可能我的腳步就會因應現在市場環境 可能又會放慢一點 即使大約是這樣 因為昨天我也做了一個 Money Times 即經濟部集團下面的訪問 問得比較多消費部署 我覺得既然我都準備了那些資料 不如我今天也跟大家講一下 浩德也不只是講科技股 除了科技股 有時候有些同事我自己也有留意一下 先講為什麼我覺得會有個想法 想加回少少少消費 其實第一就是這個圖 這個圖我借用明報的 我的好朋友 我都在這裡寫專欄 記住大家要支持一下星期二的專欄 一個重點就是 你看到國內中國大陸的消費 其實就開始復甦了 其實整體中國的經濟由於我們疫情發生比較早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嚴控也比較厲害 當然我們代價有很多健康碼等等 但始終實際上我們的經濟是比較明顯 但之前一直以來 其實那個消費的復甦是比較滯後的 製造業、投資等等其實反彈得比較快 消費就比較慢 去到八月其實真正第一個月在雲觀圖像看到 其實就開始轉回正數 即六、七月其實那個零售消費正在下跌 八月就真的開始正數 雖然那個數字就不是很強烈 都叫做正零點五 始終都是一個挺好的細圖 但如果你細分看看 如果整體國內的消費 可以復甦其實都 這幾個機會都多 尤其是你看到今次 如果你看到一些細分的數字 即是比較高檔的消費 其實就開始pick up 因為之前其實很多所謂的消費 都集中在一些所謂紮經濟相關 留得在家裡多 可能部分需要買的東西 是會有些不同 但你見到現在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你這些化妝品 即按年升19%都很厲害 即金銀珠寶升十幾% 當然一個原因就是 之前所謂的planned up demand 即是你之前想買 但你免得出街 就不買 現在出街 這些就會突然有些累積了的需求 第二當然 因為你之前不用出街 不出街就不化妝 現在出街見人 多了很多社交活動 多了這些消費 其實除了這些所謂一般的 那些人開始社交活動底下產生的需求 甚至乎一些比較大的ticket item 比如車 你見到是適合十幾%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好 甚至樓 樓就算你不要計算樓價 其實只是計算樓價 即是住宅的成交量 其實都適合十幾% 所以我覺得 在宏觀地去看這件事 消費就明顯復甦一點 當然你會不會再疫情再轉賣 又有影響 當然有這樣的機會 不過我覺得大方向都是向好 所以始終我覺得對相關 整個消費板塊是一個挺好的訊號 第二個當然就是 現在都9月17號 10月1號 國內的長假 我覺得亦都是一個 無論你覺得是 股票市場 對這個消費板塊的興趣會提高 而另一方面具體一點 都是一個挺好的測試 對於大陸的消費 復甦的實力 因為之前你可能618 你很多都是所謂 當然 出來的數字都很好 但那個都局限於所謂的電商 事實上 國內的消費 雖然電商是佔比很重 大約四分之三 但還有四分之三 都仍然是offline 所以實際也是一個挺好的機遇 第三個我覺得要留意那個消費板塊 其實就是 你見到今次其實 很明顯那個消費 比較國內 是domestic 是吧 有個數字可以比較一下 有同事幫我準備了 如果你看回深圳機場 上海機場 就是一個很大的分野 深圳機場 其實7、8月份 其實乘客量 其實安年跌了13% 相對於上海跌了48% 最大的分別就是 因為上海很多是國際航線 深圳很多是國內的航線 所以你見到 經濟活動 消費活動都是趨向國內比較集中一點 所以 如果整個消費板塊的想法 部署 剛才那三個我覺得 最值得留意的重點 當然 大家聽我說最重要就是 看看我究竟有什麼行動 可以做 我都可以很快地約會 有些我都提過 譬如說 消費近輪 當然大家覺得 F&B Catering 即那些九毛九 海底Low 很明顯 大家無論從股價 或者從 實際上市道反彈都快 因為始終你運得久 那些人出街 還有這些比較 輕鬆一點 簡單一點的消費 其實就會比較快 不過 其實說真的 如果看回8月份 F&B的增速 都有少少少 Normalize 所以這個 就要留意一下 車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 881 尤其是 我說過 中星就會受惠 那個 就是比較豪華 高檔車 那個復甦 其實比整體市場 復甦比較快 你見甚至乎 那些電動車 這段時間 比較強勢 某程度 都是因為整個汽車市場 那個復甦 都是比較理想 至於一些品牌 譬如說 2020 安搭 相對 其實在這些 Consumer Discretionary 裏面 Devaluation 都相對 比較好 如果你看回國內的炒 化妝品 其實炒得很厲害 至於你說白馬股 其實就是 主力大陸 茅台 但這些 就有個 大家部署的時間 想想 因為A股近來 都是比較偏弱的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至於那些所謂的內循環的概念 就是那隻中面 China 55 暫時都沒有一杏面 全部都是跟著A股跌 但是 這些都是 明顯會受惠 當然 短線 市場資金 主導到股價 不過部署上的這些 應該都是 值得參考 順風 講過很多次 就不細節地講 甚至少一些人想到 不過實際上是真的會受惠 甚至一些醫療服務 都是 例如 體者 愛爾眼科 其實他也有講過 不是每一隻 醫療股 都在疫情底下 受惠 或者受害程度是一致 例如我之前說 Maiwei 萬歲 他做了很多呼吸機 這樣的受惠 就像這些 愛爾眼科 疫情當中 有些 不太急的手術 近視遠視的手術 就不做 有機會 疫情過了之後 這些非緊急 不是很性命有關的 醫療服務 其實有惠心 都是一種消費概念 甚至加電 加電 加電也多了 甚至半年也不太好 不過你見到下半年也開始 慢慢 加電 加電 港股有隻169 不過有些特別的情況 有機會有幾個 sample 大家講一下 好了 我自己也講了很多 今天我說要清一下問題 我馬上清一下問題 OK 不回答那些 即使 因為我累積了幾天 我回答了一些 累積了的問題 第一 3868 問一下 那隻 Synisola 發了新股 有些大名 進去 是不是很好 我自己覺得 近期應該留意一下 有個十四五的政策 規劃 覺得對光復行業 太陽能行業是好的 我自己的部署 不過就是968 我猜他寫錯了 Anyway 我猜九六百 我猜得把握清楚 那麼 具體原因 當然 行業政策 大家都是受惠的 不過我見到 這個你多謝 Sawn Sawn幫我做 你看到那些3.2毫米 即是那些 光復波的價錢 近7月8月 突然間 pick up得不錯 所以 你見到 不單止是 信義 複月玻璃炒得那麼強 某程度都是這個原因 OK 跟著 物館 物館 有什麼特別 如果很快地說 其實都幾複雜 我覺得物館 是一個 後黃金時期 開始不是每個都可以 有些都可以 有些都不行 早兩年 什麼都可以 因為其實那個交付量 增長 拼購增值 其實這件事會開始越來越難 那就要靠實力 有什麼要特別留意 你留意一下 比如那些公司 究竟收不收到管理費 receivable 都是一種 能夠分到高下 還有你見到 近期 公司全部都說 很多新的 想法 很多新的 value added service 看看能否交得到 我覺得 未來一段時間 整個板塊的表現 都會開始越來越量極化 我自己就只拿著60900 OK 好像有個問題問到823 是不是 好像在下面 OK OK 好 第一 天倫動力和美的 我都沒有生物研究 我免得脫口說 853 問我部署入花 還沒有 在等時機 不好意思 有個問題問我 我既然找不回 不過不要緊 他問我 我記得 有問我823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有沽空 他問我好像強勢 我需不需要 有些部署 當然 你看到香港現在開始說 限聚可能慢慢鬆綁 亦都可能說 未來通關 等等 令到大家可能有些 有些 寄望 不過也都說不完 會不會有第四波 都不知道 不過認真這樣說 我就考慮緊 不過因為我因為 高位沽下來 所以你說現在彈了一點 對我來說又不是很大 影響 所以就沒有特別動 OK 接著就去到Youtube的comment 這個有個問得挺好的 我看看 我覺得大家的問題越來越好 尤其是有些好的問題 刺激到我的思考 或者不懂得回答 都迫我自己做功課 所以我都蠻喜歡 看看大家的問題 這個 他的名字 叫劉民歐巴 他問 阿里巴巴進軍房地產市場 會否對貝殼構成威脅 貝殼是否還值得投資 OK 第一 阿里巴巴不是進軍房地產 我沒有意思是房地產代理 OK 新聞我放在這裏 9月16日 昨天 他會做了一個叫 天貓好房 製造了一個新的東西 當然大家 其實不奇怪 因為貝殼 都有騰訊 阿里見到當然要找些東西搞 之前 逆居那些已經有合作 都預料會搞 不過 大家比較擔心 他說的挺有趣的東西 就是 三年最內 就不賺錢 所有收入100% 保貼 購房者 大家各身 會不會對 行業的競爭會大了 不過我自己覺得 看你怎麼看 同一件事 如果這個行業 沒得做 沒機會的話 天貓都不會花時間 去做這件事 一邊商 其實行業前景是好的 另一邊商競爭會大了 就這樣看 你說是否可以很快判斷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就很難說 不過 我們就實際一點 你看到 昨晚 貝殼走房 即使出了這個新聞之後 昨晚 仍然是升12% 還要想一下 昨天是大跌市 你想想 其實都幾厲害 我們自己 有些運 有拿著股票 所以我覺得 就 觀察一下 但我不會覺得 因為單單一個新聞 令到 我突然看 改變我的想法 可以改變昨天還沒回答那些即使問題 第一個問題問我,炒人民幣和美金有什麼利益? 你問我,我沒有在人民幣的看法是有的 我的看法不是反映炒那些 大家通常是炒那些航空股 但我覺得其實不太好 因為炒航空股,你又好像炒復收,第二又怕油價,第三又怕人民幣 我覺得比較簡單,我直接買一些期貨的人民幣 所以我不懂得回答你的問題 不過我一般都不建議炒人民幣 1797新東方在線前景如何? 我現在已經分手了 之後有機會再跟你具體說一下為什麼要分手 不過現在已經分手了 1801很好,這些就不特別回答 2018很多人問,但我都回答了很多次 我都覺得AAC很少 然後問物館開始反彈,3319可以開始買入 暫時都是60900 我之前回答過,為什麼3319會弱點? 相對60900 大家可以回答我之前的直播 我之前的直播中有說過 我都可以回答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問我這個朋友問 有沒有部署美股Slow可以分享一下? 當然,北菲特有買的東西我當然跟他 昨天都彈了110多個百分比 以這麼差的市場 不過現在資金都是追逐這些概念 雲的概念計算 港股都是這樣 響樂互動、明願雲 有你無你都吸引資金的能力都很強 你問我是否有少少投機 我都承認有少少 不過馬上跟著北菲特試一下 我都不想要小注 因為你第一天不入 其實你都不會再入 FOMC 怎麼看? 剛剛今早說了 遲了一天,所以不好意思 9983好像沒有看 853還未入 1801為何會升? 股票升跌其實很難說 不過你要找解釋的話 因為不水買 你見九無九捧 他都是升得比較強 其中一個原因是 剛剛開閘放不水 短線都是多些支持 目標價大家知道 我一直都不說 好了,去到最後可以回答 即市的問題 大家問了 亦跟爸爸合作之後 跟上市背房比較 誰想像空間比較大 說真的 雖然背學 這個平台也做了兩三年 不是很新 不過是比較先 實際上多人用 而且本身背靠了鏈家 所以他的平台一個起步點上高 其實是有些好處 後來居上其實也不太簡單 雖然有著阿里 所以很難直接比較 可能有什麼位置會支持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不太差 因為這些太過技術分析 我都很少回答 等等 A股市怎麼看 升就不升,跌就跟跌 對,我也覺得 如果有聽我說這段時間 我對A股都有點戒心 因為流動性會有些影響 那我就還好 因為我大部分手頭的A股 都相對硬正一點 還有有些profit 但我這段時間沒有特別去加 所以對 其實我自己都一直觀察 有些新的看法 我還和大家講 好了 他說美匯現在很低 怕不怕反彈拖累大市 不是怕不怕已經發生了 昨晚亡今日就是這件事 你看到美金強了 真的有些影響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 炒股票也要以聽百方 不單止股票、匯水都是很大影響 但我覺得又不會很強 但你問我是否有一個很精準的說法 我覺得又沒有 不過這段時間 都跌了九十二三元 我本身都覺得很難急劇再跌 是之前突然間歐洲開完會出來 突然說不介意歐羅強 不過我覺得這些位置 如果能夠保持到九十二三 我覺得挺好的 當然你回到九十五以上 真的有點難搞 期權結算會不會增大 通常炒股智慧都是結算影響大 很短的那些 大家都知道我都講不準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2013前景如何 前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是股價 大家在這裏十一二五元 留在這裏 大家覺得好不懂得動 動力可以減低了 我看法沒有什麼改變 最後Facebook兩個問題 第一個 石藥平安可繼續持有嗎? 兩隻我都沒有 所以我回答不了 石藥和中國平安我現在都沒有 所以回答不了 這些公司都不太差 因為我沒有拿著 沒有辦法給你一些比較具體的意見 美匯上升 金融庫隔離急跌重要位 大家一個問題就先講完 重要位 很多人就看50天平均線 但其實那條平均線都很高 所以是否參考價值很大 不過有時候都是這個叫做self-fulfilling 那件事本身有沒有意義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多人信 多人信就會產生一種動力 所以你看回紅色這條線 就是50天平均線 很多人就 我自己就不是太過參考這件事做人 不過少少你知道外面的人怎麼想 就是覺得跌穿50天平均線是很大的事 事實上你看到捱得住 有人說如果跌穿了會跌下去很慘 但是這些太短的技術操作 我覺得其實準確度不夠高 所以我都不是經常講這件事 剛剛好 雖然講得多了30分鐘 不過至少把我之前沒有時間不夠 答不及大家的問題都一次過清還了 其實大部分有些問題 我覺得都值得可以再個別 花深入少少少時間說 看這個機會我會陪大家再詳細交代一下 或者是我自己 或者找我的同事去做一做 那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歡迎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住給多點like 亦都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跟期其實我們多了很多subscriber 我都很開心 希望大家繼續多點支持 或者叫朋友支持我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